天狂有雨,人狂有祸,关于狂妄的祸害,谁都知道,可是一个人在高处的时候,往往忍不住狂妄的姿态,比方说,当年的项羽,做了西楚霸王之后,说,富贵不还乡,如锦衣夜行,意思很明显,不回到老家,去闲耀一番,就觉得埋没了自己,悲剧的是,项羽来不及还乡,就被刘邦打败了,现实社会里,我们看到一些人,费尽周折到了高处, 然后忽然就急转直下,跌落下来,大概率是因为做了狂妄的事情,要牢记,人走衰运的时候,多半在做以下几件狂妄的事 防威杜剑才对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狂妄之言,不知天高地厚,看过一句顺口溜,修行三年,口出狂言,再学三年,不敢妄言,又学三年,沉默寡言 喜欢说狂妄的话,其实是自己的修为不够,处于一种半聪明状态,当一个人变得睿智之后,就不会乱说了,什么都要有根据,真正厉害的人就沉默了 从人生来看,到了一定的年纪,就有一定的功劳,因此有开口说话的资本,也就是这样的状态,导致很多人自以为是 陷入了辛穷的地步,还浑然不觉,东汉末年,天下大乱,曹操顺势崛起,和袁绍在关渡准备火拼,到底鹿死谁手 很多大人物都在观望,事实证明,曹操的人马少,但是深谋远虑,取胜的概率更大,一些大人物开始投靠曹操,远离袁绍,正是用人之际,曹操也尽量大度不追究大家的过错 有个叫许优的谋士,刚刚到曹操的军营门口,曹操就开心的出门迎接,子远来了,大事就可成了 许优帮助曹操袭击袁绍的梁库,在关渡之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,许优鞠躬自傲,还常常夸自己,曹阿满,没有我,你得不到冀州 听了各种吹嘘之后,曹操愤怒了,诛杀了许优,文学家罗冠忠说,堪孝南阳一许优,欲凭凶刺傲王侯 是的,一个人有一点点功劳,就没大没小了,不知道自己是诸侯,还是下属,一开口就得罪人,留下祸患,怒言,火上浇油,吹捧,虚伪狡诈,瞎说,谣言四起,乱说 指路为马,管不好嘴,就没有好命,狂妄之才,本事来路不明,天降横财,这样的事情,谁都想 但是真正,遇到了,还是会害怕,馅饼定律告诉我们,当馅饼从天而降的时候,同时会在地上砸出一个坑 你入坑了,就麻烦了,我们都要用钱财来养活自己和家人,但是钱财来得太轻易了,不是好事,但是你钱财很多的时候也不收敛自己,那么人生就会被钱财制约,也最终会弄丢钱财 古人云,英雄之道,先狂后亡,凡人之心,先亡后狂 历史上,有钱之后,灾祸不断的情况有很多,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的时候,鲁国慢慢崛起,齐国怕鲁国太强大 就送来美女和金钱,美女们跳舞,让鲁国的君王和大臣都非常开心,从而没有人理会朝政了 春秋时,齐国高价收购楚国的路,导致楚国人都去打猎,荒废了农业,国力衰退 之后,齐国还停止收购路,楚国又是一片哀嚎,没有钱的时候,遇到发大财的机会,要谨慎,也许是人家欺骗你,利用你 你有钱的时候,有机会展示自己,忍不住的话,就犯了财不露白的错误,会引起很多人的嫉妒,也会有人借钱,导致你迅速变穷 踏踏实实赚钱的人,钱来得慢,但是很稳妥,闷声发大财的人 钱很多,但是人很低调,别人不知道,不会算计,狂妄之财,难免骄傲自满 通常,我们认为,耍小聪明,这是有祸害的,大聪明的人,大智若愚,事实不是如此,一些才学很高的人,也会视财傲物,从而坑害自己,人的才华再多,也是比普通人更有才华,而不是成为了天下第一才子,看不透事实,那反而变得无才无德了 北宋时,杭州有一个叫任康敖的学生,连续两次考试,都是低名,他以为自己一定可以中进士,于是非常骄傲,以大官自居,他起码横冲杭州大街 对百姓吼,无名之辈,知道本公子是谁 在一旁的知府审购健壮,把他抓起来,问斩,知府说,这个人,没有做官就如此狂妄,要是真做官了,岂不是鱼肉百姓 朝廷听了知府的话,并没有认为量刑过度,反而拍手称快,才华再多,也是掌握了智慧的一个角落,而不是全部,把才华亮出来,人就不会虚心学习了,从而停止了进步 更可怕的是,有更厉害的人,瞧不起你,还背后算计你,高手在民间,这是社会状态,也是做人的道理,孔子都说 三人行有我师,你还有什么,理由,说自己是师父,追求横财,带来灾祸,非来横财,和非来横货,只相差两个字,但是意思却截然相反 最有意思的是,他们还是左右手,当你拿起一块石头,使劲往上丢的时候,你会发现,石头的高度越高,砸下来的力量越大,聪明的人 懂得用棉花或者海绵把石头接住,实现软着陆,可惜,愚昧的人,喜欢拼命炫耀自己的财富,每天活得纸醉金迷,认为这就是梦寐以求的幸福 唐太宗刚刚继位的时候,突厥来袭,他们连续占有了很多的土地,还抢走了很多的金钱 此时,唐太宗根基不稳,兵马也不够强壮,如果和突厥硬碰硬,必然会失败,在很多年前,突厥就放出狠话,说 我在南两儿常孝顺和幻平也 他们把南方的北齐和北周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,随时都可以让儿子孝顺他们,进贡的东西数不胜数 为了稳定局势,唐太宗宁愿当儿子和突厥合意,送去很多金钱和美女,以此换来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贞观三年,唐太宗开始反击,把突厥制服得妥妥贴贴,他们的大汉都要再歌再舞地取悦唐朝的官员 得到了不义制财,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,这不是本事,在暗处灾祸已经埋下了种子,一天天在发芽长大,老人们留下一句话,闷声发大财 如果你家里的钱财太多,并且你常常把珍奇一宝拿出来给别人看,或者在家里把银子弄得朗朗下,肯定会被人嫉妒,也有人趁机偷走一些,还有人想尽一切办法,全部带走 如果是不义制财,那就更要担心了,这一定是一个陷阱,比方说,故事后,一些盗贼偷了官吟,还拿出来用,因为官吟上刻有文字 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罪行,注定要得到对应的惩罚,追求贪欲,迷失方向,人需要有雄心壮志,但是不要野心勃勃,前世人的胆量 但是,贪欲是专门破坏胆量的武器,实色性也,每个人都喜欢美色,但是控制不住,就荒诞,才是人的面子,但是财产太多,就无法管理,故此事彼,都要弄丢 酒是享受的东西,但是喝酒过度,身体会垮掉,一切可以带来福气的东西,都需要把握尺度,一旦过量了,就会从福气转变成怨气,很喜欢一句话 生活中有两个悲剧,一个是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,另一个则是你的欲望得到了满足 欲望会让一个人走极端,从人生的顶峰滑下来,到最低谷,如果没有办法东山再起,那么就毁掉了一生的幸福,好运气,再也不会来了 曾广贤文里说,天欲令其灭亡,必先让其疯狂 狂妄的人都会忘乎所以,从而把自己的实力减弱,被别人有机可乘 那么,如何不狂,关键是学会一个藏字,藏好你的钱,以后的日子,有钱慢慢花,花不完,就给子孙,给困难的人群 若是你付得流油了,那就学会装穷,给人一种普通人的形象,藏好你的才华 不要到处涂鸦,也不要随意指出人家的对错,正所谓知人不平人 看透不说透,藏好你的话,任何时候都好好听人家说,看现实情况,真的要开口,就缓一缓,想一想,别信口开河 有怒气的时候,要忍三分钟,等怒气消失了,再开口,分得清人的层次 别用口气去碾压人,别用负能量的话去贬损人 把自己藏在群众里,群众就像围墙一样,会保护你,把自己藏在书本里,书本就像智者,持续教导你 当一个人的好运到了极致,就要主动往后退,若是不知天高地厚 那就是运气走到了头,衰运接踵而至,往后余生,把姿态压得滴滴的,心态就会稳稳的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,我们下期见